我的印象中的她 就是她演的那個 惡作劇 惡作劇 惡文 然後她裡面的角色就是真的是一個 傻傻的一個女生 所以我看到她的時候想說 不是就傻傻那個女生 她是會來上我的歌 傻傻的準備來聽我這麼唱 還跟我那個聊天跟我打傘 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 她就是這個女生 但是我們後來就開始聊的時候 就是其實我們還蠻聊得起來 然後我覺得是因為我們 也許是因為我們太opposite 其實我們的個性真的是很相反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也可以聊了很多 我希望我可以有的東西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我也可以給她 她自己也沒有的東西 就像你說她很堅 然後其實我有的時候覺得 我應該要堅一點 對 你太外放了 對 我也應該說回來一下 對不對 然後當然我會希望說 像我約她去坐一家 或是去私房 或是去幾條車 我會希望說透過我 她也可以再放輕鬆一點 對啊 就是她也不會有太多的壓力 或者是像有的時候 最近她也去南部去幫忙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有愛心的 對啊 然後她回來其實我覺得也是有一點點悶悶的難過 但是我也希望跟我聊天 我們就把它聊出來 哭也好 就是不要緊在裡面 就把它 就是哭出來 然後大笑也好 對 就是把那個心靈 那個感情 就是把它發出來 我覺得你的才是可以讓你比較沒有那麼的壓力 就是我回到剛才說 手術之後 裡面不是有些對話嗎 我知道其實你對媽媽就是 因為你覺得小時候媽媽對你其實很嚴厲 那當然也因為家庭的組成的關係 因為爸爸不在身邊 父母親離異嘛 所以媽媽她其實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你也許有跟媽媽講說 因為你對我如此嚴厲 造就了我的個性就是說 我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扛起來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是往裡面放 你會不會跟媽媽講 我怎麼忍心這樣跟她說 你連這樣都不忍心跟她講 一段時間應該有講 可是是自己 其實對那段時間的回憶 很多記憶我都是 有點像跳躍似的 對 有一部分你不一定在想起來是嗎 可能就真的忘記了 OK 對 所以依陳對於媽媽其實是心疼大於 可能有一些的 會不可能苛責她 對 對啊 我想 我覺得所有的女兒對於母親 都有一種非常特別的體貼 這就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扮演一個最乖的女兒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每提一次 好像就是一次 二次傷害 對媽媽還是對自己 對她吧 對 可是你也很想跟她 把這件事情說清楚嗎 這樣子你們兩個 其實有說開過啦 只是 我覺得這種影響很可怕是很根深蒂固 然後很可能是會跟著你一輩子的 就是你對失誤的看法 然後對自己情緒的 管理的方式 嗯 嗯 不是說 真的人家勸你敢 你就 對 沒有錯 沒有那麼容易 對 可是依陳如果說 那你覺得你跟蒂固 在你內心裡面的一些情緒 可能會困擾你的 那個是什麼呢 是說你覺得你一定要什麼事情都做得很完美嗎 是說你覺得你一定要什麼事情都做得很完美嗎